在看电影《无间道》的时候 相比梁朝伟的命运 你是不是更关心刘德华的命运 在小说《嫌疑人X》的现身中 时神的结局是否紧紧牵动着你的心 为什么你总是更关心 双男主故事中的坏家伙 明明他做的那些事 在道德的底线 疯狂试探 可你还是不知不觉被他吸引 希望他能有一个温明的结局 嘿 又见面了 我是全职写作12年的小林 为什么大多数人更喜欢看双男主故事中 更坏的那一个 在一正一邪的故事中 邪的一方 他的命运总是更为抓人呢 如果那天是你去追考的 我们两个的命运会不会反过来 今天就来给你们聊聊 怎么设计双男主中的对手人物 才更好看吧 第一 我的方法是 照着反英雄人物的模板去设计它 那什么是反英雄呢 反英雄天生具备人性中邪恶的一面 但只对坏人使用他的天性 而不对好人使用 例如《绝命读诗》中的主人公 反英雄通常是夹在黑白两个世界中的人物 例如《纸牌屋》中海文史派西饰演的安德伍德 反英雄的内心 时常是痛苦的 他们的内心往往渴望家庭关系 亲密关系 却总是求而不得 在反英雄式的故事中 读者会在故事一开始的部分 支持主人公的某种目标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主人公的行为越来越脱离读者对于道德感的掌控 读者开始从最初的共鸣中 如见抽离 转而带着批判的目光 去重新审视主人公的行为 这个时候 读者开始在又期待又害怕 主人公受到惩罚的纠结中 产生了读下去的欲望 既然有了欲望 故事就会变得非常有吸引力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读者会开始问自己 如果他一旦被发现怎么办 他的错误被惩罚的话 会死吗 但另一方面 读者也会期待 主人公面对一种更明亮的结果 期待主人公获得救赎 走出被内心阴暗面支配的阴影 读者会问自己 如果主人公恢复良知 可以获得平静的生活吗 如果他做出更明智的 有道德感的选择 他身边的人还会离开他吗 如果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这个世界会因此变得更糟糕吗 在错误的时刻来临时 他身边的人会背叛他 甚至揭发他吗 读者内心产生的这些疑问 反而形成了新的故事悬念 读者开始站在反面人物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 这就形成了更加刺激的阅读体验 就像我们在看电影 《无间道》的时候 很多观众会感觉到 刘德华出场的时候 情节的发展 会让人觉得更有悬念 更加刺激 在看哪吒的时候 一部分人更关心 敖饼的命运将会如何 为何不是 我说 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第二 如何为双男主中的对手人物 创造读者共鸣呢 我们一般会发现 很多双男主的故事中 对手人物往往是一个 孤儿或者半孤儿的状态 比如他可能跟着老人长大 或者跟着自己的师父长大 他自幼无父无母 因此没有被造就健康的家庭观念 他可能生存环境非常的恶劣 所以形成了一套扭曲的行为准则 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小说 绝代双交中的花无缺 类似的人物往往还会面对周遭莫须有的罪名 例如江湖传言他是个十恶不赦的恶人 或者在他鸡人篱下的生活环境中 备受长辈的误解和指责 例如香蜜沉沉浸如霜中的润欲 往往是个姥姥不腾 久久不爱的角色 所以他的行为逻辑 就会越发的脱离正常的轨迹 读者开始对他产生又爱又恨的复杂情绪 同时又面临一种被德的纠结感 第三 因为我们人的内心都有受到道德约束的一面 也有违背道德的一面 我们会对一个浑身长了刺的人 他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 形成一种巨大的期待 善良的读者坚定的认为 这样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男同学 他身上不为人知的悬念更多 当读者有一天发现了他的秘密后 这种同理心就会成倍的放大 怎么样 如何涉及双男主中的对手人物 你学会了吗 试着给你的故事里增加一个坏家伙吧 说不定腹黑的他比正面人物更有吸引力 假如有什么你们喜欢的双男主故事中的这类精彩角色 也记得在评论区分享出来哦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就给我一个 我是小玲 见证你在写作上的成长 见证你的成长 有什么样的 在写作上的到啤酒吧